大巨蛋預定是明年完工 但是因為他很多周邊的工程要做 包括這個關戶南路的 包括忠孝東路的 還有這個後面的菸廠路 還有一些工程要去處理 首先因為我們任期只剩下兩年又兩個月 所以先說明一下 我們在未來的兩年當中 有哪幾個重大工程必須進行的 首先是市場 我們目前正在興建當中 有環南市場、成功市場、南門市場、北投市場 跟滴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那這些市場在未來的兩年內是沒有辦法完工的 所以都會在下一任的市場會完工 另外在兩年內要開工的是 北美二館跟台北櫻圖 櫻圖的schedule比較清楚 大概在一年半以後應該會開工 那北美二館現在還在一些規劃當中 因為有時候不曉得會不會去挖到 原山椅子等等 我們還在等一些更清楚會確定 工宅 今年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開工七處的基地 到年底總共會開工久的 那今年開工的工宅一樣 都是下一任的市場去檢查 不過在兩年內會完工的工宅基地 因為過去五年多當中陸陸續在開工 所以未來兩年會完工的工宅有九個 包括雲山的興隆 雲山的張興 雲山的核心 南港小灣 萬華青年樂起 萬華舉光 內湖的行業 還有信義的六張禮跟廣絲 另外兩年內 會完工開用的應該是北流北義大巨大 北流雖然以前報競工 但是它南基地陸陸續續現在還在裝修 所以北流的南基地 完全的開幕使用應該是在明年的十月 那這北流大概就要確定 北義的話應該是明年十月報競工 我們要花一年的時間陸陸續續去開幕 大巨大預定是明年完工 但是因為它很多周邊的工程要做 包括這個光木南路的 包括宗教東路 還有這個後面的念賞路 還有一些工程要去處理 南北環一定明年七月會開工 那我們現在東環已經在交通部 我們希望快一點 能不能趕在任期內東環也開工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整個環狀線一起去進行 所以先跟大家報告說 未來兩年內整個台北市的重要工程 會完工跟要開工 先跟大家說一說一下 我們好好的 頑端